在林若甫辞官归隐之后果不其然 庆帝派黑齐杰林若甫 当然不是想要让林若甫成为第二个媒直理 而是他需要林若甫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就是交出他的门生名单 并且由他提出霸出相位 范贤得到陈萍萍的提醒赶去救人 而林若甫却十分的平静 最后黑旗撤走 而林若甫给了范贤名单 同时表示知会上奏折请求庆帝霸相 范贤的大靠山走了 而庆帝对此也是十分的满意 在不久之后立马就催促范贤和林婉儿完婚 庆帝的算计可以说是整得潜藏极深 就连林若甫都有猜错的时候 而范贤和林婉儿大婚之时 他的麻烦和靠山同时出现 麻烦自然是李云锐 准确地说是李云锐手中的内裤 内裤亏空达到两千万两 范贤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 而范贤的靠山自然是五竹了 在范贤大婚之日 五竹终于出现了 范贤穿着新郎的喜服和五竹见面 只是此时的五竹失忆似乎更为严重了 但是好在他还是信任范贤 回到了范贤的身边 不仅如此 五竹后面还在范家好好的传授范若若狙击枪法 并且把巴雷特都给了范若若 只能说五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范贤 他害怕自己失忆了 还能有范若若保护范贤 庆帝此生 为具二物 一个是那个黑箱子 还有一个便是五竹 从他策划太平别院血案的那一刻起 他就想要杀掉五竹 可是二十几年的时间 他都失败了 他比任何人都明白 五竹一定会为他的小姐报仇 此时闯进皇宫的五竹 是完全失忆的状态 他忘记了范贤 忘记了小姐 忘记了所有过往 但是他记得小李子 他被神庙的人强行抹去了所有记忆 但是被抹除前 记忆最深处的那缕情绪 却留存了下来 他记得石阶上那个穿着龙袍的男人 记得心中对这个男人的杀意 他要杀了他 他只记得这件事 庆帝看着五竹 拖着完全废掉的左腿 满身是血 却一步步坚定地走向他 忽然说道 我终于确认你不是一个死物 但凡死物 何来你如此强烈的爱憎 谁对叶青梅和范贤 毫无利益地掺杂 只是因为那是叶青梅 那是范贤 便无条件义无反顾 不惧生死 唯有五竹 五大人 遵守叶青梅一命 天凭别院 惊天血案 整座府邸血流成河 所有人都没有赶回去 只有五竹赶回去 他应该是见了叶青梅最后一面 原著中 范贤问五竹 他母亲的事 还有他们为什么在京都会被人追杀 五竹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小姐的事情 我会在你16岁的时候 全部告诉你 这是小姐的一命 他应该见到了死得异常凄惨的小姐 然后按照小姐最后的遗言 带着范贤杀出了重围 他遇到了同样赶回来的陈萍萍 他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这件事我要你们给我一个交代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没有一丝颤抖 没有一丝感情 第二句话是 我不信任你的主子 五竹失忆了 他一定是曾经察觉了什么 然后又忘记了 他记住了叶青梅的惨状 本能地觉得 庆帝不值得信任 五竹为什么对慧庆帝 有那么强烈的恨 他亲眼目睹了 太平别院的惨状现场 亲眼目睹了小姐死得多惨烈 而有些恨 越是无声 越是恐怖 当他和范贤打开叶青梅留下的箱子 当五竹谈起他和小姐的往事 五竹第一次笑了 那种笑 他自己完全不能察觉 可是 他就是笑了 范贤问 我母亲长什么模样 五竹回答 很美丽 我始终觉得 谁对叶青梅的感情都比不过五竹对叶青梅的感情 与爱情无关 与友情无关 甚至与亲情无关 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情 快乐 自由 笃定 无人可以替代 无人可以超越 陈萍萍会不会为叶青梅报仇 别人无从知道 甚至庆的也没有想到 范贤会不会为叶青梅报仇 更是无从说起 哪怕是范贤 叶青梅的亲儿子 在为母报仇这件事上 都是犹豫的 摇摆不定的 只有五竹 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 五竹一定会为叶青梅报仇 守护范贤 五竹守护范贤 不是因为范贤是范贤 而只是因为范贤是小姐的儿子 我始终在想 范贤对叶青梅没有多深厚的感情 而叶青梅在死的那一刻 应该也知道要杀她的是谁 她应该对范贤也没有多深厚的感情 那她为什么要留下那样的一命 是为了范贤 还是为了五竹 她死了 她还想五竹活下去 并且是不那么孤单地活下去 范贤更像是叶青梅留给五竹活下去的理由 细读原著 你会发现 但凡涉及到叶青梅的片段 关于范贤的温情很少 叶青梅临死之前 几乎把所有的温情都留给了五竹 那个箱子不是留给范贤的 而是留给五竹的 箱子的密码 是五竹名字的无比 箱子里有一封信 写给五竹 那封信里 她不希望闲杂人等记住她 因为他们不配 她只希望五竹记住她 那封信里 她大概察觉了什么 也预料到了什么 写得像是遗书 却只想把遗书写给五竹 范贤这一生最亲近 最信任的人是谁 五竹 五竹像她的母亲 又像她的父亲 守护她长大 让她变得强大 谁杀范贤 她就杀谁 这个世界上 谁能为了叶青梅的遗言 叶青梅的孩子 义无反顾到这样的地步 只有五竹 五竹失去全部记忆后 为什么范贤重伤 站在寒雪中 聚聚气泪 生生气血 也要带走她的五竹书 因为五竹代表着纯粹 代表着永远 代表着所有情感中 最高级的那一种 永远笃定 永不背叛 绝不辜负 只记住一件事 杀庆帝 在叶青梅死后 庆帝就一直等着五竹来杀自己 为了杀五竹 庆帝策划了二十多年 也让叶仲整整准备了二十多年 庆帝和叶仲知道 五竹一定会来 早晚会来 终于来了 为他的小姐报仇来了 人间能够制衡五竹的法子 本来就不多 更何况叶流云走了 在庆的看来 最可能清除五竹的方法 便是皇宫的这面城墙 无数进军的阻拦 还有那漫天的大火 五竹 只有一个人 一个小小的 无比孤单的少年 遮天蔽日的箭雨 万箭齐发 无数的进军 高手蜂拥而至 火油沾染着雨水 熊熊燃烧 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手中铁钳的钳尖 竟然被抹平 钳身弯曲 如同被火烤过的竹 他的黑发早已散乱 布衫更是数不清的洞 腿似乎被某种重型兵器砸断 骨头被扭碎 根本无法行走 可是五竹 依旧拖着扭曲的左腿在走 每一次摩擦 他的嘴角就会抽搐一下 可是他忘记了疼 在雨中艰难 倔恨地一步步走向庆帝 老五 你来杀我 庆帝永远不会知道 此时的五竹早就失去了记忆 他不记得范贤 不记得叶青梅 他只记得深刻的恨和憎恶 他要杀他 无数的禁军把五竹团团围住 无数的兵器刺向五竹的身体 又是新一轮残忍的绞杀 最后倒下的是数不清的禁军 五竹终于到了庆帝面前 没有说一句话 举起铁签 狠狠地朝庆帝的脸打了下去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 范贤的身份的也即将曝光了 这里说的 当然不是范贤皇子的身份 而是范贤是叶青梅后人的身份 有一点小区别 其实之所以范贤的身份曝光 是因为五竹前往北齐利用苦和公布了范贤是叶青梅儿子的消息 将神妙使者引入京城击杀 接下来五竹和神妙使者的大战将会令人无比的期待 范贤为叶家后人的身份被公布后 神妙使者入京被五竹反杀 而庆帝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却令陈平平对庆的动了杀心 原因很简单 神妙使者的出现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庆帝出卖 他想要借助神妙使者除掉五竹 毕竟庆帝最害怕的就是五竹和巴雷特 前者实力在他之上 后者当年叶青梅一枪一个小朋友 把皇室血脉差点杀绝了 他怎么能不怕 但是神妙使者的刺杀 却令陈平平由此得出 庆帝与神妙有所联系 进一步确定 庆帝就是杀死叶青梅的幕后黑手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陈平平的复仇行动正式开始 之前如果只是怀疑 这一次基本上确定庆帝就是凶手 为了报复庆帝 陈平平开始谋划一盘大局 只为让庆帝落得众叛清离 孤独而死的下场 包括后面涉局狙杀范贤 让秦家站在庆帝的对立面 还有利用大东山之战的假消息 让二皇子 太子 李云瑞造反 最后惨死等 都是陈平平 一步步为了让庆帝绝望惨死的布局 最后 他自己动手诱导庆帝说出真相 然后出手刺杀 即便是用枪刺杀失败 他还是以命布局 宁愿自己被千刀万剐 也要让范贤和庆帝之间彻底决裂 庆帝和范贤 彻底站在了对立面 最后范贤连手舞竹 范若若等 成功灭了庆帝 陈平平可以说 才是全剧第一布局高手 远超庆帝 心机深不可测 令人害怕